台北市环南市场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布置自治会长林盛东 当面怒呛立委林长佐引起话题 台北市议员徐淑华接着扑出来对话截图 指引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缩短市场修饰时间 但没想到这居然意外演变成 网友出征认错人 国民党南投线立委徐淑华脸书 有网友留言 为何三番两次马克市长 也有网友说 有人要贯报连书等等要派人职员 这些都让徐淑华忍不住回应 不是我 不过不止网友搞错 可文哲子弟并民众党前发言人陈思雨 在脸书扑出这张梗图 发现了吗 这个台北市议员徐淑华的脸 怎么变成南投的徐淑华 他被网友发现后赶紧删文 但也被狂酸 神力女超人都忍不出来 制图能力实在堪忧 这也不是网友第一次出征错人 桃园市前议员王浩宇 一月被罢免成功时 这有黑粉搞错 跑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脸书留言 恭喜被罢免 像这样 插一个字 插很多的例子 还有 2019年大选期间 吴思怀被列入国民党不分区名单 印发绿营不满 发起下架吴思怀行动 但是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帮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站台时 却说 下架吴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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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台变拆台 让场面有些小尴尬 赖清德事后还特别录制影片不救 不知副总统会念错 就连总统蔡英文 为嘉义市立委王媒会站台时 也不小心 我们的嘉义市 我们的战将 我们的王惠美 一定要当选台中 王惠美台中很熟悉 蔡英文翻了自己一个白眼 还求到脸战猴 连说三次西勒拉 才说对主角的名字 王媒会 王媒会应该动胜 政治人物名字太像 求是一箩筐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的还有 郑立文 郑立军 陈明通 陈明文 何志伟 邱志伟 最特别的是 国民党有为林德福 民进党有为林德福 就连台电都有林德福 三个人同名同姓 真的很巧 这也让国民党立委 林德福开玩笑说 要找林德福 记得找对人呀 郑中新台北报道 都尤其 against 都尤其都尤其各地是 非常实际上